現在這邊的飾管是已經標好12345678組 而且把管子略為鬆掉 有經驗的人就知道說這樣子其實工作上會比較方便 桌面也用酒精噴過 手也用酒精噴過 好現在 這個是湯匙 在預備時間中發現湯匙的外徑實在太大 不容易伸進我們的塑膠飾管 於是阿元決定用另外一個頭來用 好再次提醒阿元非常注重 用火的安全不只阿元 所有人都很注重 酒精跟燈距離一段距離 好現在我用這一頭先燒 燒的同時請記得不要因為怕火上來 而把湯匙拿斜上 根據阿元備燒經驗 經常這樣子酒精會滴下來 好我先燒過一次 關掉 好我用湯匙握餅的地方 我挖一部分到一號管 因為已經鬆開了 所以我就很輕鬆了 好 二號管 因為都是同一批納豆 然後我就沒有再 將湯匙的餅布浸泡酒精燒過 好順道一提 因為阿元碩士班是做納豆菌的 所以看到納豆其實是 滿有親切感的 那今天呢我們準備這些材料 接下來要進行 畫Single Column的動作 培養之後 我們將會有一部分送到高溫 讓它產生震撼 形成包紫 接下來我們會進行包紫染色的實驗 好現在四個已經完成了 就把它放著 接下來要換另外一款的納豆 我把這個品牌放旁邊 這時候這個現象很好玩 這是因為阿元瘦班做這個太熟了 泡下去酒精90% 它會變白色 因為它的那個 Gamma Polo Glutamic Acid的話 是會形成一個布隆物 形成布隆物 這時候如果你用手去扣的話 其實它會很黏 好就這樣子呢 我們就換另外一個 就把剩下的八支四管 裝進不同品牌的納豆 完成我們的實驗自備